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么多年打过交道的演员中 最接近完美的就是林青霞和吕秀玲 但与林青霞的英气不同 吕秀玲眉目温柔纯净 气质秀丽婉约 美得没有一丝攻击性 吕秀玲1962年出生于台湾台北 他不仅长得漂亮 还弹得一首好琵琶 17岁那年 吕秀玲参加了琵琶弹奏奏比赛 台上的他温柔如水 如梦如幻 吕秀玲惊艳全场一举夺得冠军 被媒体誉为琵琶仙子 那一年 台下的琼瑶对他惊为天人 演出结束后立马把吕秀玲牵下 琼瑶阿姨手下美女如云 个个千娇百态 唯独没有一个会谈琵琶 此时比吕秀玲大八岁的林青霞已经走红多年 正在想要转型阶段 吕秀玲出现得不早不晚 刚刚好 琼瑶打算将吕秀玲打造成林青霞的接班人 吕秀玲黑发如铺 气质高洁 美貌可与林青霞比肩 尤其是那一首好琵琶 更是给他增添了不少风情 1981年 琼瑶为吕秀玲量身打造了聚散两依依 搭档的是高大帅气的钟振涛 在这部剧中 吕秀玲发挥了他的特长 会弹钢琴 也会弹琵琶 一双碱水秋童 一评一笑 夺人心魄 剧中吕秀玲一共有32套衣服 22双鞋子 每一身打扮都堪称经典 惊艳全场 不出意外 吕秀玲一炮而红 随即吕秀玲又与秦汉和钟振涛一起出演了另一部穷瑶电影《梦的衣裳》 吕秀玲在剧中分势两绝 演技十分精湛 1982年 秦汉与吕秀玲再次合作了《云且留住》 同年 秦汉自导自演的《铁血涌叹》 吕秀玲又一同出演 因为彼此走得很近 吕秀玲与秦汉传出了绯闻 那几年 秦汉与林青霞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 秦汉是有妇之夫 喜欢上林青霞后全然不顾自己已婚的身份 对林青霞大献殷勤 秦汉的妻子邵乔英知道后 去前场大闹 所有人都知道秦汉与林青霞的婚外情 林青霞为了躲避风头 直接去美国度假 秦祥玲趁机追到美国安慰林青霞 一来二去 林青霞与秦祥玲的关系突飞猛进 两人直接订了婚 秦汉情场失忆之时遇到吕秀玲 但外界询问吕秀玲 秦汉是不是他的恋人时 吕秀玲含糊其词的回答我也不知道 最后吕秀玲和秦汉也再没有了下文 不过当年秦汉与林青霞在一起时 一直不给林青霞名分 采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渣男做派 幸好吕秀玲与秦汉也没有进一步发展 1982年 似乎是为了打破吕秀玲与秦汉的绯闻 林青霞与吕秀玲一起合作主演了电影《燃烧把火鸟》 两人在剧中扮演一对姐妹 这部爱情片重点是姐妹情 林青霞扮演的姐姐将心上人刘文正 让给了失明的妹妹吕秀玲 当时报章点评 吕秀玲在戏里抢走了林青霞的男友 戏外也抢走了影迷的欢欣 刘文正跟吕秀玲也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荧幕CP 他们俩合作了《云且留住》《雀上心头》 和《燃烧把火鸟》三部电影 不仅外形登队还都有音乐天赋 迄今还有不少人将他俩的婚纱剧照 误作吕秀玲跟老公的结婚照 出道后的三年里 吕秀玲有六部穷瑶电影在手 红透半边天 大街小巷张贴的都是吕秀玲的美照 吕秀玲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就与林青霞齐头并进 在《银色世界》举办的十大明星评选中 吕秀玲排名第五 前四名分别是林青霞 钟楚红 汪明权和叶倩文 排在吕秀玲后边的两位 是赵雅芝和胡慧中 就在吕秀玲可以在影视圈大展拳脚时 1982年 穷瑶眼见文艺市场走向落寞 决定关闭公司停止拍片 林青霞 吕秀玲等人 不得已纷纷转战香港 林青霞在徐克的发掘下 反串了《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一角 这个角色亦正亦邪 美得雌雄莫辩 林青霞很快在香港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顺风顺水的成了东南亚第一美女 但吕秀玲就没那么幸运了 她剪掉一头乌黑靓丽的长发 突破以往温柔可人的形象 开始转型 1984年 她接拍了邵氏电影《走火炮》 在剧中有一场吕秀玲与万子梁的浴缸戏 为了拍摄这场戏 吕秀玲提前做好了防护 但还是不慎被拍到了走光的尽头 电影上映后 媒体把这一幕当成噱头大肆宣传 单纯的吕秀玲哪受过这样的屈辱 她向邵氏提出了严正抗议 并拒绝出席《走火炮》的宣传 这部剧其实是吕秀玲的转型之作 却没想到闹了这么一场乌龙 更过分的是媒体开始传出一些吕秀玲的诡论 说吕秀玲放下矜持 这么长确实有点久 那时候成龙已有家事 老婆是另一个穷女郎林凤娇 林凤娇和林青霞秦汉秦祥林 并称为二秦二林 在林凤娇短暂的11年荧幕生涯中 出演了三部穷妖改编的电影 分别是《浪花》《碧云天》《风铃风铃》 林凤娇在巅峰时期退出娱乐圈 心甘情愿做起了成龙背后的女人 胡英梦的老公李敖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时候全台湾有十万个男人 想娶林凤娇为妻 外界盛传林凤娇得知吕秀玲与成龙的绯闻之后 一气之下封杀了吕秀玲 不过香港媒体向来喜欢捕风捉影 吕秀玲是否追求过成龙 又是否被林凤娇封杀 这些也都没有实锤 但吕秀玲确实有过两年时间 事业受挫 1986年吕秀玲又拍摄了一部《我要金归序》 但反响平平 急于发力的吕秀玲 接下来又与林瑞阳、吕小凡、李宗盛 主演了一部爱情电影《新锁》 令人吃惊的是 吕秀玲竟然在这部电影中全裸出镜 相比以前的清纯玉女形象 吕秀玲的牺牲还是有点大的 只可惜这部电影因各种原因被禁止上映 吕秀玲再一次无功而返 之后吕秀玲又搭档刘德华、许冠文、袁彪等人 主演了电影《标成》、《黄飞红之鬼角七》等 但在众星云集的香港影坛 吕秀玲依然没有被人赏识 直到后来 吕秀玲不得不在《富贵开心鬼》、《金庄大酒店》等剧中出演配角 一代穷瑶女神在最风光正茂时 由主角沦为配角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1993年吕秀玲搭档蒲存希主演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的电影《云南故事》 这部剧是吕秀玲演艺生涯的最后一部电影 她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自己演艺生涯的唯一一个奖项 第四届上海影评人奖最佳女演员奖 折腾多年或许吕秀玲天生就是为穷瑶女主而生 也许只有爱情文艺片才适合这个气弱幽蓝的女子 1994年吕秀玲宣布吸引 1995年和1997年吕秀玲分别发行了两张琵琶演奏专辑 琴咒和冷弦多琴 吕秀玲抱着琵琶而来弹着琵琶而去 她用心爱的琵琶为自己的演艺生涯画上了句号 1998年吕秀玲嫁给相恋六年的男朋友 吕秀玲老公叫谢爱文是华纳兄弟影业欧洲区总裁 谢爱文毕业于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 夫妻俩一个会弹琵琶一个会小提琴 情色和名其乐融融 婚后谢爱文对吕秀玲一往情深 从来不在外扁沾花惹草 可见吕秀玲的个人魅力 两人曾相继在纽约和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 吕秀玲就与丈夫定居上海 因为吕秀玲的母亲是上海人 所以她在那里生活得很舒心 吕秀玲结婚后 一改穷谣偏重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 为丈夫洗手做羹汤 厨艺相当了得 不过这段婚姻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吕秀玲因为动过卵巢手术 一直没要孩子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吕秀玲养了两只宠物猫作为陪伴 2012年 隐身12岁的吕秀玲现身台湾 为好友蔡清化的婚姻站台 尽管那时的吕秀玲已经50岁 却依旧皮肤白皙 气质动人 连导演朱颜嫩都夸她看起来就像30岁 2018年 吕秀玲又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 国际顾问委员会 并开始用自己的本名吕秀玲 出席各种活动 从1981年出道到1994年吸引 她不到20岁就成为一线女星 爆红三年之后 却在失落无奈中蹉跎了近十年 经历过大红大紫 大起大落 天生丽质 天之娇女如她 终也体悟到了何为日月事已 时不我语 因此当林青霞出书上综艺 以此与昔日的影迷们交流时 吕秀玲已经在平静生活中如鱼得水 面对诸多付出邀约 她关上了门 先手调肃琴 取罢有之音 在众多婚姻不幸 命运多舛的穷摇女郎中 她打破了红颜薄命的定律 谁能说选择极六勇退的吕秀玲不聪明呢 近日作为荧幕老搭档的钟振涛更新动态 发出了与吕秀玲的合照 大众才发现作为素人的她 仍然保持着绝佳的状态 在照片里 她剪了一头利落的起肩短发 打扮素敬优雅 已经58岁的吕秀玲 把皮肤保养得看不到一丝皱纹 正如钟振涛所说 光阴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什么痕迹 当然一旁的钟振涛的状态也保持得不错 毕竟她也67岁了 却仍然精气神极佳 除了晒出最新的合照之外 钟振涛还附上了两人30多年前的写真 与粉丝一起回忆他们的青春时光 如今吕秀玲已经快60岁 但岁月对她格外温柔 在她脸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每一次亮相状态简直不要太好 不论是身材还是脸蛋 都找不到可以吐槽的地方 俨然还是记忆中 那个美丽优雅的文艺少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